那么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以工业科学和机器生产 为哲学批判的现实力量 为哲学批判现实力量 我们说英国啊 它是资本的母国啊 也是恩克斯最早接受政治经济学 和空想社会主义学索的地方 也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 就是马克思写资本论啊 也是以英国为典型范例啊 就是这个我们在资本论的前言里面 已经讲了 那么在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当中呢 恩克斯发现了工业科学机器生产 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 那么在积极的意义上呢 恩克斯啊看到了工业科学和机器生产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 他认为英国就是这样的 他说英国就他的自然条件来说 他是一个很贫乏的国家 恩那么他但是呢 他说除了他的地理位置和煤炕 媒铁矿厂他们拥有的只是一些肥沃的这个牧场 没有肥沃的既没有肥沃的土地 也没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天然财富 但是呢他可以依靠贸易 依靠贸易航运和工业 那么他可以也就是说 他是借助了这样一些才达到这样高的水平 所以这样呢他就表明 他说一个国家既然走上着这条道路 只有不断的提高工业生产才能保持 也已获得的水平 任何停滞不前在这里也是会退步 这就说明什么 科学和工业生产 就是说他同事啊就这看到 他科学和工业生产的机器生产 是从工业发展的需要当中产生出来 也说工业是整个科学和机器生产的一个基础 一个基础 而科学和资本劳动的结合呢 又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这样一个潜力 无限的潜力 这一个他在这个国民经济学大纲里面呢 反复做了认证 强调科学资本和劳动的结合啊 对于推动这个生产力发展的这样一个意义 他比方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这个科学在解决生产力当中的 这个生产当中的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啊 他说这个会会有很多的影响 对人类劳动方面的变化带来很多的影响 他说比他说 举个例子 他说仅仅是一门化学 仅仅是一门化学 光是汉弗莱 戴威爵士和尤斯图斯 你比西两个人就是本世界的农业 获得了怎样的成就 就是你这个科学啊 这样一个应用啊 他对什么 对于弥补你这个人口的不足 土地的不足 很多方面啊 他是会给这个带来效益的 那么这是积极的方面 他说从消极的方面看呢 就是工业科学和机器生产的发展 必难引起竞争 这样呢 从而引起啊 自然方面和人的方面 及土地和人的活动的一种对立 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他说这种对立的结果呢 向外呢 是扩张殖民地 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这个矛盾 向内呢 造成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 结束的增长 引起社会的内部矛盾 恩克斯呢 描述了英国的工业发展 是如何引起工业的关税问题 又是如何引起欧美国家之间 为殖民地问题形成的尖锐矛盾 以及工业在国在这个国家富裕方面 富裕的同时呢 又如何加剧无产阶级的贫困的 那么恩克斯在考察这样一些这个政治性学考察工业 科学和机器生产对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的时候呢 他就把工业科学和机器生产变成了哲学批判现代社会的现实力量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就提出了这个哲学的批判论物 哲学的批判论物 就认为啊 就是说要通过对工业科学和机器生产的消极意义考察 找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现实力量 实现哲学世界观的转变 同时在这个里面呢 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历史应该到工业里面去寻找 历史应该到工业里面去寻找 所以最早讲历史从哪儿去讲起 从哪儿去寻找 特别强调工业对于这个研究人类历史的重要性 就是恩克斯在这个时期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这样一个思想 而这样一个思想呢 是他以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思路啊 就是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思路 联究市民社会和人类历史规律的一个结果 那么恩克斯的这个早年思想创造的这三个特点啊 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这个恩克斯哲学世界观转变的一个独特的道路啊 独特的道路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特点 和重要的特点 特别是他对这个工业科学和机器生产的重视 奠定了他以后从事辩证法和认识研究的这样一个方向 也就是他为什么后来重视自然科学的这个自然辩证法的一个研究 也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啊 他对于人们研究工业 研究资本 他都是有意义的 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问题 而是研究一个历史规律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形成了恩克斯啊 对马仕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个独特的贡献 下面我们讲这个第二节 也就是讲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和这个唯物主义学说啊 也就是恩克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一个开阔 对基本问题的一个开阔 那么我们说啊提出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呢 应该说是哲学家对哲学的一种理解 哲学家就是任何一个哲学家 他在讲哲学的时候 他都会说我们哲学应该研究什么问题 研究什么问题 也就是他的哲学是研究什么问题的 那么所以提出这个哲学基本问题 是哲学家的富有个性的哲学的体现 在哲学史上 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 我们以这个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来说 所以这个哲学的研究啊 它不是从它是什么问题直接来讲的 而是说什么 总之反思什么是哲学开始的 当他提问什么是哲学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这个哲学是不定论的 当他提问什么是哲学的时候 也就是说哲学是以什么问题 我这个哲学是要研究什么问题 所以在从近代到现代哲学的发展当中 对哲学问题的理解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么近代哲学呢 它是把心灵和肉体的关系 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所以你如果要从这个中世纪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转变 特别要讲近代哲学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心灵和肉体的关系 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啊 作为一条主线来探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 是怎么认述这个问题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在最开始的在洛克的学说里面呢 就已经明确的这样一个提出来了 但是现代哲学啊 却是把文化 也就是把精神的创造活动 把语言的意义等问题呢 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作为哲学基本问题 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为什么这个 这个现代哲学啊 它在批判神学的时候啊 它是强调 怎么使能的这个精神的这个东西啊 精神东西变成一种文化的东西 变成一种现实的 也就是说他的提问 如果宗教讲神的精神是如何可能的 那么现代哲学讲什么 世俗的精神是如何可能的 世俗世界的精神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它这个现代哲学和这个中世纪哲学啊 它有很深厚的这样一个 在哲学史上的一个联系啊 你神学这个 它和这个中世纪神学一样的 都是把这个人类的精神 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去研究它 但是它所询问的是什么 世俗的精神是什么 所以它要还原为世俗的精神的时候 就要到人的文化里面去研究 文化里面去研究 那么这个问题呢 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哲学啊 在近代到现代哲学的一个转向 实际上它是以这个哲学 基本问题的转向为准的 所以恩格斯在这个路德维希 菲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终结的这个当中呢 明确的提出哲学问题的时候 特别是把哲学问题开垮为 思维和存在问题的时候 他讲的是什么 也就是要说明他和马克思的学说 在解决近代哲学问题 从而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 转化过程当中的作用和地位 就是他们的哲学啊 是对近代哲学问题的一个解决 因为它是从古典哲学里面产生出来的 而古典哲学呢 它叫这个路德维希菲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终结 那实际上也讲了整个近代哲学的终结 那么这个终结的问题是怎么解决 它的哲学转向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所以它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 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样一个环节点上 它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不能说把这个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 把它分离开来 它肯定是一种断裂 是一种否定的过程 这一个是毫无疑问的 在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上 在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 都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个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马克思作为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 是如何可能的 那么这样一个关节点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恩克斯通过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 来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这个写这个路德维希 菲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终结的这个1888年的 这个单行本的序言当中 他就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 他说他为什么要写这部著作呢 是因为他和马克思 共同创立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经过40多年的发展 已经在德国和欧洲以外国家 在世界上的一切文明国家 都有了广大的拥护者 然而在德国 在英国 在斯堪底 拿维亚的各国 却在部分的符合德国古典哲学 在这种情况下 他认为有必要对他和马克思 先前的哲学 信仰进行清算 说明他们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 与黑格尔菲尔巴哈哲学的关系 并对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做一个系统的散发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强调 他说一些地区在英国 斯堪底 拿维亚各国 却符合了德国的哲学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和这个马克思所创立的这个哲学 已经从这个德国古典哲学里面走出来了 已经走出来了 已经走向了一种新的哲学 是一种和以往哲学 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哲学 可以说是走到现代了 而人们呢 还在从这个德国古典哲学 的这个角度啊 才理解他表现了对这个 他们的哲学一种创造的新哲学的一种不理解 所以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呢 所以他要重新散发 提出和散发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 可见呢 这个地方啊 他提出这个问题 明显的是为了解决 一个哲学史的课题 也就是说如何看待和评价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 也就是说哲学是应该往前走还是往后退的问题 是应该回到这个十九世纪的哲学呢 还是沿着十九世纪的哲学啊 走向现代哲学的这样一个问题 走向现代哲学的一个问题 那么恩格斯认证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学说是往前走 是从近代哲学走向现代哲学 他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 就是要认识这一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 那么从这一个角度看 这是一个哲学史的课题 所以我们呢 对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啊 也要从哲学史的发展的角度 来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以及它的内容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呢 恩格斯就指出 他说哲学基本问题也是一个最著名的论当 我们都要接触的 全部哲学 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说一个呢 就是说恩格斯讲的 一个呢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本源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讲的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同一性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的论识论的问题 那么我们呢分别啊 这个看一看恩格斯啊 是怎么结合哲学史的变革来认述这两个问题的 首先呢我们看看他对第一个问题的认述 就是他对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问题的这个历史叙述 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历史叙述方面呢 恩格斯提出来了啊 首先呢他强调了一个中心点 就是说世界本源问题的提出及其解决 对于批判中世纪神学的意义 他首先呢是强调了对于批判中世纪神学的意义 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的关系问题 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就像一切宗教一样 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蒙昧无知的观念 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 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 才被十分清楚的提了出来 才获得了他的完全的意义 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 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验哲学中 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 什么是本源的 是精神还是自然界 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 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 世界是神创造的呢 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而分成两大阵营 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 是本源的 从而归根道理 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 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 例如在黑格尔那里 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 还要复杂和荒唐的多 组成维新主义阵营 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源的 则属于维吾主义的各种学派 在这个地方 就说恩格斯啊 在这个地方所叙述的这样一个 哲学基本问题提出的这样一个过程 提出的这样一个过程 实际上叙述了 历史的叙述了 哲学本源的提出极其意义 首先呢 他强调 他说这个哲学本源问题啊 起源于蒙昧时代 人们对身体的灵魂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思考 就是在这个蒙昧时代 由于人们呢 不知道自己身体的结构 不知道灵魂和肉体的关系 更不知道人的肉体死亡后 这个灵魂安放在哪儿 这个灵魂呢 到底安放在哪儿 所以就幻想了灵魂不灭 灵魂不灭 产生了神的观念 这就形成了最初的本源观念 就说什么是最本的东西 一个和现象和肉体和现实无关的 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最本质的 这就表明了什么 人的一个天性 对永恒的追求 对永恒的追求 人呢总是追求那种永恒的不死的东西 追求那种普遍的东西 这就产生了哲学 所以这个哲学啊 总是和人性相联系的 它为什么会从神学当中产生出来 为什么会从最初的原始宗教产生出来 最根本的是人性对普遍的一种追求 所以哲学本身就是要知道普遍的 所以恩格子在这儿分析呢 实际上强调什么 就说哲学啊 它的神的观念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 所以他就说这样的 就是正是人们要探讨自己的身体结构 探讨那种不死的东西 所以最后形成了这个有关世界本源的这样一种观念 形成了世界本源的观念 所以可以看出来呢 这个哲学本源的观念呢 一开始就具有宗教的性质 就具有宗教性质 而这种宗教呢 又成为哲学本源的一个维新主义思想起源 可以说人们对不死东西的一个追求 对永恒的追求 一开始就和维新主义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它是对一种精神的这种普遍的一种追求 而且它是以一种宗教幻象的形式出现的 这是第一个就讲它提出的这个神学意义 那么其次呢 它说哲学本源问题啊 在近代哲学中是以精神和自然合者为本源的形式明确提出来的 这个呢是欧洲自然科学和社会变革的产物 和社会变革的产物 它说直到这个时候 世界本源才获得它的完全的意义 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对宗教的批判 如果说它这个最早产生的普遍性的概念 能性普遍产生的哲学概念 是和神话和神学 就是和这个宗教的这种神秘性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近代哲学提出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哲学啊 对这个精神问题的思考 对这个普遍的思考 有一个什么 从对神的这种神秘的这个宗教的情节 转向对世俗的普遍精神的一个探讨 如果说这样一个精神的探讨是如何可能的 它是从近代开始的 从近代开始 所以在近代哲学当中 提出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也就是一个 这个普遍精神的一个世俗还原的问题 它是否能够还原为这个世俗的精神 或者说它不可能还原为世俗的精神 而仅仅是一个能得精神的宗教的这样一种情节 这样就形成了什么 在这个在这两个里面呢 形成了近代哲学的两条路向 对能性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两条路向 一个是自然主义的 自然主义的也就是唯物主义的 就是按照这个自然进化的这样一个观点来解释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按照这个神学的观点来解释的 那么神学的观点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路线 而自然主义的这样一个路线呢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唯物主义的路线 所以它会产生这两种形式 一个是追求世俗的普遍性 一个是追求这种神的这样一个普遍性 所以这样呢 恩格子就说啊 正是这样 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说当他们说唯心主义讲出来 这个是理性的时候 他也是对上帝的批判 也是对那种宗教神秘 对最早的这种蒙昧时代的神学观念的批判 因为它是什么呢 用理智代替了信仰 如果以前能不能只是在幻想当中 提出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那么近代理性哲学的进步是什么 它是用理性代替了这样一种幻想 所以这个最早啊 这个我们说古代哲学 它从这个神学 从这个神话过渡到哲学 它是什么以理智的形式出现的 如果从这样看 那个巴明尼德提出来 这个存在与非存在 它伟大的不得了 这个伟大性在哪呢 第一次用理性的形式 提出了什么是最高的存在 它的普遍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这个时候它不是用一种宗教幻想 比方说早期的泰勒斯 用一种带有这种神秘主义的水呀 什么这样一个自然起源来说明的 而是明确提出来 这个人的理智啊 它是如何可能的 强调它对这个本源的这个认识 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渡到是在这个提出 这个哲学基本问题 特别是近代哲学提出 这个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什么 它是代替了以前的 这个宗教蒙昧时代的 这样一个神学观念 使哲学啊 真正作为一个哲学 以一种理性的这样一个形式啊 表现出来了 表现出来了 这是他讲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他就强调 他说伴随着哲学本源的 唯物主义形式的这样一个获得 所以不管 他在这个菲尔巴哈的这个 路德维希 菲尔巴哈德古典中间里面呢 他即使强调黑格尔的这个唯心主义啊 强调它有这个神秘性 但是他同样强调 他的这个理性的这样一个 辩证法的这样一个批判性的形式 认为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内容 是黑格尔哲学当中啊 非常现实的 世俗的这样一个内容 世俗内容 所以理性的东西啊 本身就是唯物主义的 唯物主义的 整个这样 他就把整个近代哲学了 看作是这个世界本源啊 获得唯物主义形式的 这样一个起端 起端 那么在这个最后一个 他就强调了 就说这个伴随着 哲学本源的唯物主义形式的获得 在哲学本源问题上呢 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 就是唯物主义强调自然的本源性 从而走向了对宗教和神学的批判 就是以自然来批判这个宗教神学 那么唯心主义强调 精神的本源性呢 它本身具有宗教和神学的性质 因而呢 是根本不可能克服宗教神学的 那么恩格斯的这样一个分析啊 对这三层意识的这样一个分析呢 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就说哲学本源问题的全部意义呢 就在于批判宗教神学 而这样一个任务呢 唯心主义是无法完成的 只有唯物主义才能够完成 这就实际上认证了近代唯物主义哲学 产生的历史合理性 它通过自然来说明普遍性呢 它是有合理性的 有合理性的 这就是恩格斯啊 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会选择唯物主义的 这样一个传统 就是说你解决这个普遍性的问题 我们讲了马克思对感性世界的研究 这是我们在前面讲的 那么这个感性世界什么 它是一个物质的普遍性 它是如何可能的 它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它是强调它的可能性 这是它认识的这个哲学 第一个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 它为什么会采取这个唯物主义的 这样一个一个路线 唯物主义的路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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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